接下來我們要上一個重點叫做我們的眼睛 麥啾 麥啾的構造上面 最前面有一個水晶體 水晶體的功用就像是一個凸透鏡 然後呢這個凸透鏡呢 就會把它會把光線偏折 後面會告訴你它其實做的是微小的偏折 重大的偏折在前面做的 不過我們不管它 你就這樣教 我們的水晶體跟別的凸透鏡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的水晶體可以變薄可以變厚 所以它可以調整焦點 調整焦距 一般的透鏡做完焦點就怎樣 固定了就不會再變了 然後我們是可以調的 然後在後面會出現後面的問題 然後另外一個叫做瞳孔 就是你現在看你旁邊銅鞋的馬丘 那個黑眼珠中間有一圈黑黑的洞 那個地方就叫做所謂的瞳孔 那個瞳孔就像我們的光圈 光 對不起 就它的光圈 就讓光進去 瞳孔大一點就會 光就會多一點 小一點就會少一點 人的瞳孔當然也會變大或縮小 看你有沒有掛掉的一個方法就是 拿光照你的眼睛 拿光照你的眼睛 如果你瞳孔還是放大 看你瞳孔已經散到媽媽再見了 因為那個反應是反射反應 所以自然就會縮小 不動了 看你瞳孔已經再見了 再見了 OK 但人沒有像包那麼恐怖了 就變成一條線 它是我們就可以跑過來 好 然後視網膜都會叫做底片 視網膜叫做底片 就是它感光用的 感光用的 讓它感光用的 產生影像感光用的 不過會不會告訴你說 真正看到的不是視網膜 以後再說 然後眼睛的成像 然後物體經過水域折射之後 中間視網膜成什麼像呢 成啥像 跟他問的照相機是一樣的意思 正力還是導力 放大還是縮小 實相還是虛像 No.2 2號 在眼睛上成什麼像呢 導力縮小實相 OK 非常感謝您 導力縮小實相 好 因為 你的頭那麼大 眼睛那麼小 當然是縮小啊 會感光 所以當然是 實相啊 所以就是縮小 導力實相 然後呢 視網膜再把這個訊號傳到大腦裡 大腦再把它解釋 就看到東西把它翻正 就可以看到一個正立的像 OK 一樣 中間的過程 任何一個地方出問題 你就看不見 我們前面一個角膜 角膜壞掉了 看不見 水晶體混濁了 水晶體混濁了 擺內障 看不見 你的視網膜剝落了 看不見 你的視覺神經傳到有問題 看不見 你的大腦那塊的東西壞掉了 你還是看不見 或者我跟你講 你吃了一些不該吃的 喝了一些不該喝的 那你的大腦就會告訴你說 你看到一些看不到的 別人看不到你看得到的 我不是說你陰陽眼 我不是說你幻視 我說你幻視 我說你幻視 看到一些把它看得沒有的 OK 這樣做 這個過程 那我們 我們不管那個大腦以後的問題 傳載會不會是醫生的事情 我們不管 我們只管前面告訴你說 就要這樣這樣這樣 OK 視覺神經傳過程就這樣做 外來的光源經過角膜 角膜其實是主要在折射光線的地方 然後經過瞳孔進來 然後瞳孔進入水晶體 那個結狀機 我不曉得你生物經常有沒有學過 說一下 就是會去調整那個水晶體的 比較薄一點還是厚一點 焦距長一點還是短一點 就有跑過 然後經過水晶 就水晶液玻璃狀液的液體 然後打到四網膜 然後呢 經過視覺神經 看到你的大腦你就看到了 剛剛講過 中間任何的地方出問題你就看不見 中間任何的地方出問題你就看不見 OK 好 就是講過程 大概這樣子 好 好 那我們即使主要的折射是靠角膜完成的 但是我們沒有教 我們就要這裡水晶體 你就記水晶體就好 OK 然後瞳孔大展有紅膜 就是你看你旁邊同學眼睛 黑眼珠中間有個洞最黑 旁邊有咖啡色那個就是紅膜 我們華人應該都是黑黑的 美國有什麼綠色的藍色的怪怪顏色那種 奇怪顏色那種 我們都是比較黑黑的這樣子顏色 然後呢 光線牆瞳孔就小 光線肉瞳孔就大 然後結狀一收縮 就會讓那個水晶體變得比較凸 比較凸的時候焦距會比較短 焦距短就適合看靜物 這個後面要用到 放鬆就會比較平 比較平就比較遠 比較長 就適合看遠物 遠物 我們後面會提到他這件事情 OK 好 請問你為什麼底片跟絲網膜像 都有倒立 根據我們前面教過的成像性質 突破一下你就知道他為什麼會倒立 為何是倒立的 找一位帥哥呢 29 29 29 喜利 叫到你就應該確定一下說不會了對不對 對 很好 一點都不會覺得慚愧 對 他都是突透劑 他都要光線實際匯聚 所以他成的都是石像 我們的石像都是什麼力啊 都是倒立的 而且我還確實會縮小 所以我們會都成為一個 因為他底片都比較小 眼睛比較小 能夠照到一個大頭 當然是要縮小嘛 所以縮小倒立實際上都是倒立的 所以我們的像都是倒立的 這就是跟各位談一下有關於眼睛的成像的部分 OK